红尔碑的潮,常建造在灌丛竹丛和各种花果树上 潮多之于植株直刹间,也有的在香蕉树叮出营潮 红尔碑天生带着对人类的友好与信任 因此,它的潮往往也出现在民宅阳台里面的盆栽树上 潮游系的枯枝、枯草、树叶等材料构成 内殿系的枯草瘦毛、鸟鱼等柔软材料 距地高一至两米之间 繁殖期间的红尔碑,十分美丽而活跃 常站在树梢高声鸣叫,此熊鸟常在花丛间相互追逐细细 比翼双飞,狼踩女帽,美窝通常产卵2至4枚 孵化期12至14天 育出期的红尔碑,非常警觉与凶猛 此熊鸟通常一个在喂小鸟,一个在旁边警戒安保 一见到有人接近朝前,熊鸟就会上蹿下跳 连虎加价,凶狠狠地叫个不停,警告侵入者立即离开 开源盖蒂尔,秀岩鸟专用梁 这款鸟粮遵循秀岩鸟的密食特性而研发,结合大量实践经验 荤素食材搭配,营养均衡配比 添加五蛊虫,残勇,满足秀岩鸟适虫的习性 添加虾红素,螺旋枣,虎虫肠肠道一生菌 同时萃取穀物种子和坚果营养,添加牛肉,蛋黄等成分 满足秀岩鸟所需能量和脂肪需求 相信品牌实力,拒绝三无产品 鸟友们可点击视频下方链接,查看详情并下单购买